女人一秒登顶珠穆朗玛峰 只为把丈夫推下山崖 丈夫当场领了盒饭 很快尸体就被警方发现 通过DNA检测马上确认死者身份 得知他一直在进行极限挑战 初步确定是自己摔断起了 可南京海俊却察觉案件多处存疑 先是死者所有遗物都有标志 连他老婆身上也闻了一个 基本确定死者有极端占有欲 所有物都要有自己的标志 等到死者老婆前来认领尸体时 海俊发现他手上有抓痕 并且面对丈夫离世 丝毫不悲伤 反而好几次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立马从死者老婆做切入点 发现死者老婆叫瑞来 是一名中国人 长期遭到死者家暴 满身瘀青 这正是瑞来的杀人动机 海俊立马把他列为第一嫌疑人 可棘手的是 瑞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他如今是一名护工 负责照顾的老奶奶便是他的证人 案发当天瑞来就在身边 而且还有手机通话记录作物证 海俊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死者指甲里提取出了瑞来的DNA 立马传唤瑞来进行审讯 然而瑞来的回应有理有据 丈夫经常家暴他 案发前一天丈夫让他一起爬山 他天生恐高拒绝了丈夫 结果遭到对方一顿毒打 不仅手上有抓痕 大腿上也有伤口 说完就把裙子撩了起来 这搞得海俊不好意思了 准备让女警来拍照取证 可瑞来说没关系的 坚持让海俊直接拍照就好了 还让他凑近点拍 两人这时四目相对 瑞来反而害羞地缩了回去 不仅漂亮还很神秘 这可把海俊给拿捏住了 原本严肃的审讯是 如今氛围都变得暧昧 两人有说有笑起来 海俊问他为何不敢爬山 瑞来却说 孔子曰智者要水 忍者要山 但他并不是忍者 他喜欢大海 这突然说中文搞得韩国人傻眼了 要不是手机有翻译 海俊估计到老都没搞明白什么意思 但他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还请了瑞来吃最贵的寿司 按照韩国传统 饭后要刷牙 海俊亲手给他挤上牙膏 虽然两人明明相识不久 但海俊已经对瑞来情有独钟 早已没把他当嫌疑员看待 事后 海俊表面上是在监视瑞来 实际上是了解他的生活 发现他是个很简单的人 除了上班就是宅在家里 就算外出也只是去喂流浪猫 流浪猫为了报答他 送来了一只断气的乌鸦煲汤喝 但瑞来却选择给乌鸦安葬 嘴里说着你要是非要送礼 就帮我把那个男警的心拿过来 我想要 这可把正在监视瑞来的海俊撩得响入非非 经不住幻想自己进入了瑞来家里 陪他入睡 结果阴差阳挫置好了海俊的失眠症 第二天早上 瑞来来到他车前 跟他说Good morning 醒来女神就在眼前 这让海俊彻底沦陷了 回到警局的他 情不自禁以瑞来的口吻给同事到早安 同事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然而这时有人向警局指控瑞来 声称瑞来是母 女人即使恐高 也要攀岩山顶把丈夫推下去 就连自己病重的母亲也不放过 将其残忍毒害 事后连夜逃到了韩国 但很快就被警方发现 信仪他的南京海俊发短信质问 他却只回了三个子 来我家 这可把海俊搞紧张了 前往审讯还把自己收拾了一下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约会 一道嫌疑人瑞来家里 故作镇定地斥责他居然敢使唤警察来你家 对方丝毫不慌 直接说你不是经常来吗 这可把海俊给搞得哑口无言 显然对方知道他一直在监视自己 瑞来承认是他杀了母亲 但那是母亲的要求 因为患有绝症 痛苦一直纠缠着母亲 长痛不如短痛 瑞来心疼母亲 让他安乐死 长了恋爱脑的海俊直呼姐姐做的是对的 接着瑞来拿出丈夫的遗书 表示丈夫曾经受惠被曝光 已然有了轻生的想法 所以选择了跳崖 真不是他推下去的 如今被拿捏的海俊 瑞来说什么他都相信 还心疼瑞来这么漂亮却嫁给秦寿 瑞来却说他当时是偷渡来的韩国 因此结识了丈夫 在对方的帮助下 才成为了韩国的合法公民 事后 海俊拿丈夫的遗书找律师检查 律师认为遗书没什么问题 于是海俊便以丈夫自杀为最终结论 案件就此完结 还庆祝瑞来洗清罪名 邀请他到自己家里 亲自下厨做了一份中式蛋炒饭 不仅如此 海俊这段期间一直自学中文 就是想和瑞来更方便交流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谈起了恋爱 一切都在往美好的方向发展 可到了第二天 瑞来突然说有事要处理 请海俊帮忙照顾老奶奶 却发现丈夫死亡当天 老奶奶的手机 曾到达138层楼的高度 一个下半身瘫痪的老奶奶 怎么可能爬上去 不仅如此 还发现老奶奶的手机 和瑞来的一幕一样 海俊开始猜想 瑞来在丈夫死亡那天 趁老奶奶睡着后 偷偷换了手机 从窗户离开 接着选择最快 也是最危险的攀岩路线 提前来到山上埋伏 等到丈夫爬到山顶 出气不意背后偷袭 抓痕也是那回留下的 为了进一步正式猜想 他自己爬了一遍山 显示的高度正好是138层 当即找到了瑞来 面对完全正确的推理 瑞来也不再隐瞒 承认自己就是 杀害丈夫的凶手 海俊心凉了半截 难道瑞来接近他 只是为了利用他吗 瑞来说不是这样子的 用力抱住了他 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海俊如梗在喉 自己身为警察 是正义的化身 可爱的人却是杀人犯 犹豫了许久 他还是选择隐瞒真相 把手机这个唯一物证销毁 并和瑞来提了分手 过了不久 瑞来有了新的老公 然而新老公是个骗子 把一个女人的钱 全部骗走了 女人的儿子 把弃全撒瑞来身上 并要求他三天内还钱 瑞来只能和新老公 一起逃到另一个城市 阴差阳错 遇见了有了家庭的海俊 过了不久 新老公的尸体 在家里被发现 死状诡异 而瑞来却在一个沙坑里 迎接大海的到来 女人潇洒地在沙坑里喝酒 面对不停涌进来的海水 她丝毫不慌 这是她选择解脱的方式 很快大海把她永远埋藏了起来 没人能发现她杀害自己老公 她老公的尸体 在两天前被警方发现 死因是失血过多 可周围极其干净 完全没有血迹 南京海军立马咬死凶手 是死者老婆瑞来 对方依旧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但海军坚信她就是凶手 认为瑞来仗着她曾深爱着自己 不会揭穿事情真相 继续为非作歹 如今她不会再包庇瑞来 一定会将她绳之以法 昔日的爱意已经荡然无存 两人明明近在咫尺 却又感觉特别遥远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凶手是左撇子 但瑞来是右撇子 莫非凶手另有其人 海军立马否定 咬死凶手就是瑞来 并且传唤她进行审讯 提出自己的疑惑 瑞来为什么总要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 可对方的回答却是 为了拥有和另一个男人分手的决心 海军立马明白另一个男人便是自己 但她已经失去了对瑞来的信任 并不相信这句话 到了第二天 海军去调查街坊邻居 有人可以证明瑞来的不在场 当时拍下了瑞来的照片 海军一眼就认出确实是她 夜晚 海军再一次找到瑞来 结果对方一上来就抱住了她 还坦白事发当天她回到家里 发现新老公已经死在泳池里了 血腥味弥漫着整个空气 她无法忍受 把泳池的水放干 接着把新老公拖到一旁 给她洗干净身体 然后清理了地上的血迹 自己的裙子也全是血 便用火销毁了 这换作常人压根不会相信 实在是漏洞百出 然而海军恋爱脑再次长了出来 只盼定瑞来是销毁命案证据 关进看守所两天 海军继续展开调查 发现瑞来的手表里有录音 通过内容得知有男人在威胁她 如果不还钱就宰了她老公 警方立马传唤了这个男人小胖 小胖的母亲被瑞来老公骗走全部身家 所以她才到了新老公 事情真相就是这样了吗 海军在瑞来的照片上 发现她手指着一个方向 根据方向 警方捞出了一部手机 海军从手机里的内容得知 新老公发现了海军包庇瑞来的电话录音 一旦被曝光 海军就当不成警察了 甚至要吃牢饭 瑞来为了保护海军 利用小胖刀的新老公 真相水落石出 海军拨打了瑞来电话 殊不知对方准备离开这个世界 认为和海军的爱情是错误的 也因为自己给海军制造了太多麻烦 以至于她总是违背成为警察的处形 很快 瑞来抵达了海边 刨出巨大的沙坑 然后站在里面喝酒 迎接涨潮的海水 就这样被彻底埋藏在沙滩下 等到海军赶来时 并没有看到瑞来身影 其实对方就在脚底下 可她浑然不知 如今的她才明白 瑞来是真的爱她 她并不是舔狗 伤心欲绝的海军在海边 不停呼唤着瑞来 除了海浪翻涌的声音 不会再有任何回应 感谢观看